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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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威胁 种子 代码 最深武器 早在二零 其实二零二一年啊 十月份 我们当时 主要见了一些 重要的人啊 就专门 负责美国粮食安全的 国家粮食安全的 啊 你看 中共的当时的 策略 我们等做节目就已经说了 当时是怎么说的啊 这个任务重心 才行 看看啊 十月八 二零一年十月八 这就是他们的完美犯罪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气候这里啊 气候变化 牵扯到两大主题 第一 最大主题 就是能源 能源的话 说实话 还不是主要的 第二最大的 牵扯的就是粮食 粮食 是美国 目前全球啊 五大要素之一 一就是粮食 其次才是军食 流行冰对人的 那流行冰还有 对植物的流行冰 也叫生物威胁 生物威胁 第一是人 人对的就是经济 和你的美元 第二的对的就是 和气候变化 一结合 就是粮食 这是中共 对着美国的农业 粮食 不着 无论它偷种子啊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可能比较小 是吧 我重新放下 稍等啊 除此之外 第一最大主题 就是能源 能源的话 说实话 还不是主要的 第二最大的 牵扯的就是粮食 粮食战略 是美国 目前全球啊 五大要素之一 第一就是粮食 其次才是军食 流行冰对人的 那流行冰 还有对植物的流行冰 也叫生物威胁 生物威胁 第一是人 人对的就是经济 和你的美元 第二个对的就是 和气候变化一结合 就是粮食 这是中共对着 美国的农业 粮食出招 无论它偷种子啊 然后在各地 据说啊 很多宠物 带来很多 各种各样的戏剧 就在美国 没有发现的这种戏剧 甚至物种 这都是生物威胁 除此之外 中共在农业上 采购美国的大豆 然后下完订单 下完订单有几个月 然后把订单取掉 打乱你的 美国的粮食的计划 就是打乱你的体系 这两点 流行冰其实就是 生物威胁和气候变化 一结合 对什么 美元体系 然后就是粮食安全 这两大才是最核心的 然后我再告诉大家 前几天 美国某部门说 说中共在南美中 买了大量的地 这啥 就是粮食 中共现在习审 它敢干 咱们之前说 种子啊问题 它现在是主动进攻 它是把全世界的 全买过来 放在某个某个地下 什么什么样 就跟那个数据 灾难备分中心一样 接下来 它手上有这玩意 它要把全世界的给毁掉 干这事 你美国防不胜防啊 专门潜力任务中心 所以很多人说 2018 这是当时 2021年10月份 你看 这整个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再把这个事情 逻辑串一下 这个它现在在的 这爱荷华 爱欧瓦 这个州 是美国最著名的农业州 之前这个州长 后来不是在川普时期 还做了美国大使吗 美国驻中国大使 这个习近平当时80年代 还专门去了这个州吧 好像 好像是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州的 最重要的就是 玉米啊 这些粮食 农作物 农业种 大片的 美国的 这个种子战略 是吧 一旦被中共偷走 它可以通过逆向 基因来分析 是什么 让这个种子 高产量 就这个种子的弱点 它给你分析出来 分析出来以后 就用 比如说 就那富丰集团 那个富丰 它就是专门搞 微生物的 就针对 植物 动物 它是搞植物微生物的 根据这种 来分析 你 比如说 因为你所有的 在饲料里头 都加很多 微生物 是吧 就像那个 那么益生菌 是吧 人吃了以后 对你尝到有好处 但是如果你 益生菌 加另外一个东西 你是啥概念 是吧 最后的结果 你可能就是 生病 而植物也是一样 在土壤 里面 有专门的 是吧 各种肥料 加各种 微生菌 这个富丰集团 就专门干这个的 它可以通过 各种方式 它中共做事 绝对是一压十吃 什么方式 第一 它让美国 现有的种子 它可以卖某种 通过某种 细菌 或者某种昆虫 或者某种物种 或者某种微生物 让你的植物 最终 减产 然后呢 它说 它们的种子 能够有效抵抗 你美国 就不得不采购 这些农户 它不懂啊 它是一压十吃 它绝对是一个 全方位的局 它不是一步棋 但是很多步棋一起 那就只能去买 他们的种子 买中共 说我们的种子 可以有效的防止 这个微生物 但是微生物 说白 就是他们自己弄的 而美国的公司 可能还没来得及 跟得上 就跟那个 疫苗一样 是吧 类似于这种情况 它们可以有效的抵御 然后啊 美国可能啊 这些农户 哎 然后他说 你种它们的种子 那扶风 他就说 我可以收购 高价收购 这样的物种 这样的产物 比如玉米产物 是吧 然后你就被它控制了 被它绑架了 然后最后 突然一天 是吧 因为现在所有的 种粮食 都是土壤 肥料 化肥 啊 就是化肥里面 就讲微生物嘛 什么土壤 啊 都是配比 都是一整个方案 既有种子 你还得卖 相应的化肥 以及卖相应的啊 土壤的微生物 然后最后 还要负责收购 然后 它一系列的 这个产业链 全给你啊 如果 从各个方面 全给你控制的话 那对美国的粮食 就是一个灾难 而中共正在这样做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就见了一些人 专门负责农业 国家安全的 我们就把这个 重要的情报告他们了 你别看 这个病毒 那时候2021年 是新冠 中共还在干这个事 你们一定要小心 然后接下来 他们去调查 附丰那个事 就成为他们主要的 最主要的 附丰啊 他们就发现 那附丰 那那个杨费入 杨瑞富 就是专门的生物器专家 专门干这个的 军事科学医学院 引进昆虫 破坏植物 病毒细菌破坏植物 最终 转基因基础 改变植物 这种超线战 中共都在做 而这一次 现在 美国国会 应对中共委员会 在这方面 也在乏力 我想听听 其中事 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 就是 一呢 是又 进一步印证了 我们的这个 这个情报准确性 就是 另外就是说 中共这种 它 有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叫反人类 其实这个就是 明显的反人类 不光是说 它有什么 非人道的这种行为 就是 它在整个这个进程当中 给 给整个人类带来了 这种 这种 这种发展上的 生产力上的 这种 这个 这个 就是非常恶意的 这种意图 其实就是反人类 另外就是说 对 它这个 这个整体的武器化 然后一系列的 这个 这种 这种 可疑的行径 我还记得 我忘了是哪个时间段 就是有 好像就是 这个新冠 开始的那个时间 有一大批 这个来自于中共的 就是这种盲头的 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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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乱编写地址 就发送到 这个美国各个 这个家庭的这种 各种 奇奇怪怪的种子 这种事情也 也也出过 就是 我相信这可能跟着 它这个也是一系列的 一个一个 就是这种 啊 植物方面 就是这种 入侵的一个 一个步骤 然后 当然就是 咱们之前 路德也说过 就是大家 这个 比的就是产能 就是最后 你如果真的有 这个打起来的话 它就是在各个方面 就是 你的粮食生产 实际上 就是 粮食产能 也是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国家实力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 呃 就是 现在的 态势就非常明显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被中共 就是中共能掩盖的 这个地方 就是它 实际上的这个 热战 虽然很难打到美国本土 但是 超限战的这个战场 已经非常明显的 在美国本土 已经 其实就是打得如火如荼了 各个方面 真的 呃 我是这么看的 是的 啊 大家看到没有啊 就是超限战 说的太对了 因为中共 2021年 咱们 当时其实很多不 很多不起啊 都已经提前 做好推动 才有 今天的这些结果 第一 是吧 病毒 毫不硬说 那现在美国国会 全部在推动 是吧 第二 当时在农业上 我们见了不止一次 因为中共的这个 生物安全学 这本书 别人希望的就是 说白了 就是我们说 那就叫情报 明白不 你知道啥意思不 啊 齐龙士 你知道不 我们说的 那就叫做 啊 情报 明白吗 别人说的都不算 啥意思 这些啊 别人说的都叫猜测 咱们说的 就是有来源的 并且关键 咱们说都验证了 是吧 而中共 我问你 如果说中共拿个文件 习近平专门下令 啊 侵略权事件 这个习会写这样的文件吗 那不可能呢 是不是 咱们告你 啊 没有那个文件 你就没法推动了 你想过没有 别人说你就是阴谋论 咱们说的就不是阴谋论 我没有57分录音告诉你 因为我们什么都能拿到 但是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 背后的雷的保密性 所以是通过咱们的嘴说出来 其中是你知道这里头的逻辑关系吗 这就可以去立项 就可以去调查 调查的结果 果真 中共病毒也是在搞 这也在搞 加州生物实验室 是吧 还有包括 太平洋舰队里头 有中共的特务 你看 两个海军特务 我们之前早就说过的 是不是 都是在咱们这个报的之后 很多事情 我跟你说 你就看 这次 是吧 农业的事情 又成了一件大事 结会 接下来 这个对美国来说 结合那个生物实验室 未来一定会找出 中共在美国的 农业的这种 类似于加州生物实验室 这样的 邪恶实验室 我刚才讲 秦龙盛 你想不相信 未来一定也会有这样的实验室 以及 中共的这种事 对农业的 农作物的 进攻的工厂 你怎么看 对 其实 其实富丰不就是吗 对吧 只是他 可能是 他是一个 一个 一个 美装 起来 但是 富丰 就是 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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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没能喂嘴的 这样一个 一个 计划 但实际上 他就是想这么干 而且 他是比较大 想形成 大规模的 这种 产业化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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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可能表面看起来 更无害的 这样的一个 东西 但实质上 就是更 更具威胁的 这种 前沿实验室 就是加州实验室 这样的东西 肯定就是有 而且 我觉得 现在 既然路德都说了 这个话 实际上 这个东西 指定在哪 哪个地方 已经进入了 调查阶段 已经是吃醉了 我相信 肯定会是 咱们过不见 还是能看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 案例 所以说 中共在美国 造孽 我跟你说 他呢 是吧 既打什么 亚裔启事 又打什么 排华 政策 所以如何 如何 对中共 这个 对美国来说 确实 是一个难度 比较大的 是吧 既要揭露中共 又不能 上了中共 那个当 什么当 是吧 把这个 整个中国人 跟中共搞到一起 是不是 所以 你看 现在走到现在 没有任何人 敢于对 普通的华人 就咱们 无辜的老百姓 才去进攻 没有 这就是 什么事情 都是咱们 第一时间 先揭露 这个是很关键的 齐龙先生 咱们第一时间 揭露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等到别人 来揭露的时候 那就真是排华了 知道吗 我们第一时间 中共跟我们 不是一 不是同类的 中共是列宁式组织 中共就是邪恶总代表 中共 它的祖宗是苏联 共产党 以及 马克思列宁主义 跟我们 没什么关系 是吧 它是叫中共 这个叫中共国 咱们是 华人和中共国 不是一个国家 记住啊 所以咱们 第一个揭露 从119 哪怕57本录音 哪怕中俄结盟 这是很重要 哪怕 2021年10月14号 咱们对着习 全面开干 是吧 开炮 这都是 包括 这个种子啊 对着美国农作物 这个都是咱们 第一时间节路 这个很重要 你说是不是 是的 是的 而且之前 我就很早以前 因为这个 病毒的这个情报 和这个眼眸事 我就说过 就是 比如说这个 美国人 他非常明白 这个道理 他很想帮助华人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抓手的话 他很难跟他的 就是希望自由世界的一些民众解释这个事 如果比如说 中共把这个 这个种族的概念提出来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抓手 他解释不了 中共就说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都是受到 就是我是邪恶 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邪恶 所以说 如果那样的话 你就如果没有 没有我们出来 这个 就是第一步 站出来 揭露 他的话 他就很容易 整体绑架你 而且就是 实际上 我们站出来以后 对他的这个 整体策略的 是成本是一个 极其巨大的一个提升 你知道吗 他再想 他再想编 再想绑架 他就会给他造成很大很大的困难 是 我是这么理解路的 好 谢谢啊 青龙先生 谢谢周围观众观众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添加路德社会员 订阅路德社频道 再见 再见